钱先生 欢迎欢迎啊 我是陈庚啊 陈院长 您不是在北京吗 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 我听说你要来啊 我特地从北京飞到哈尔滨 接风洗尘啊 谢谢谢谢 我真是太意外了 欢迎钱先生参观哈军工 1955年10月8日 经过周总理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 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终于回来祖国 陈庚大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便想着将钱学森邀请到哈军工参观 为此他向彭老总建议 如今我们也准备搞火箭 不如让钱学森同志去考察下 看看有没有不俗之处 后来钱学森曾回忆地说道 我回国搞导弹 第一个跟我说这件事的是陈庚大将 未能够让钱学森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个了解 当时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迅等领导 便建议钱学森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发展 1955年11月22日 钱学森便启程准备前往东北地区 进行参观访问 最开始给钱学森安排的日程中 并没有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下 但是钱学森在参观途中提出 自己有两个朋友也在哈尔滨 希望这次能够见到他们 然而这两位当时都在军事工程学院任职教授 关键的是这所军事院校保密要求很高 陪同人员无法解决 只好将钱学森的要求 报告给中共黑龙江省委 第二天 中共省委便给了答复 陈庚院长明确表示欢迎钱学森来访 11月25日 钱学森一行人便来到哈军宫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陈庚院长亲自来迎接他们 在看到钱学森后 陈庚热情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 欢迎钱先生来学院参观指导工作 在参观的过程中 陈庚说道 钱先生 我是军人说话直来直去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别客气尽管提 钱先生 你认为我们能不能搞出自己的火箭 外国人能造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造出来 对 说的对 一定 钱先生 我陈庚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好了 今天上午的参观指导工作 到此结束 下一个目标 上餐厅 开始喝酒 当钱学森看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时 他便站住 仔细地观察着 然后很有兴趣地跟 正在安装调试的几位教师讨论起来 陈庚在旁边看到钱学森如此地感兴趣 为此便试探地问道 钱先生 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 钱学森很有信心地回答 可以的 外国人能造出来 中国人也行 我们不比他们差 陈庚在接待完钱学森后 便返回北京向彭德怀汇报工作 彭老总听后 希望能够尽快见到钱学森 好好地讨论下中国的国防事业 1955年12月下旬 钱学森一行人从东北回到北京 不久之后 在陈庚将军的陪同下 彭德怀在北京医院会见钱学森 对于这位顶尖的科学家 彭老总很热情 便跟对方谈起国防科技的发展 彭老总询问道 我们能否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 比如说射程500公里的 需要什么条件 你估计多长时间能造出来 钱学森在仔细思考后 便说搞导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 需要一些地面设施 和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 而时间嘛 有五年的时间我想是可以的 彭老总听后 很高兴便说道 我们军队不能是老八路 也要学点洋玩意 你安排下 让钱学森同志 给军队高级干部讲讲课 1956年1月 在陈庚大将的安排下 钱学森便早早地来到会场 准备给解放军高级军官 讲解火箭技术 当时众多元帅也前来听家 聂荣臻在祖籍会场后 叶剑英便迎上去说 聂老总 你也来欢迎钱大博士 因为你在为贵家 组组一把 奉利的保险 这把保险在收 贵家才会有尊严 人民才会有货平 聂帅 请您放心 学森就是为了报销祖国回来的 我一定接近全力 聂老总看到钱学森后 便握着对方的手说 听说学森同志来讲课 我给这位科学家当学生来了 陈毅元帅到场后 给了钱学森一个拥抱 对于陈毅的热情 钱学森有点不知所措 陈庚便给他介绍道 这是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对于众元帅的热情 钱学森便连忙说道 你们这些领导太客气了 新中国全靠你们打的江山 陈毅听后说 今天我们都是来拜你为师的 请你好好给我们讲解下 火箭 导弹到底是什么东西 军队高层领导对于钱学森很重视 他们迫切希望能将火箭 导弹研发出来 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 钱学森还未回国时 中央领导便已经将目光 放在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 和原子弹的研究上 1954年9月10日 以彭德怀和刘伯承为主的 中国军事代表团 便前往苏联进行军事参观 为清楚地知道中国发展原子弹 最关键的是什么 在访问前 彭老总便将和物理学家 钱三强邀请到中南海 给大家讲解有关原子弹的知识 9月17日 从苏联参观回来 陈庚等人便受到很大的触动 因为他们发现 现在国内的武器装备 都是苏联军队基本已经淘汰掉的 为此陈庚便一直在思考军事工程学院 需要开始着手 准备培养有关导弹 火箭方面的人才 陈庚也清楚 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很稀少 便多次向周总理建议 要争取刘美的科学家和留学生 1955年1月15日 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 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 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的决定 随着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回国 极大的解决了 我国高水平科技专家的缺口 几十年过去 我国的国防建设进步显著 钱学森在回忆往事时 也提起陈庚大将 陈庚是创建中国火箭 导弹事业的一位关键人物 为中国的火箭 导弹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功不可没 我国防建设进步显著